各位早安 我老婆很少有特意約我去看電影 但早兩晚她專門指定想看這齣《逆流大叔》 但說你也不相信 看完後我老婆才跟我說 她說本來以為這齣電影叫做《逆權大叔》 因為我老婆是很關心社會的人 她以為這齣電影叫做《逆權大叔》 她打算去看支持一下 因為她以為是那類電影 她說昨天臨入場看了一個poster才知道原來這齣電影叫做《逆流大叔》 她說她也不敢跟我說 本來我是沒有興趣看 我沒有以為是《逆權大叔》 我從頭都知道這齣電影叫做《逆流大叔》 但我是沒有興趣看的 因為我網上聽到有些人說好看 而且這齣電影很好笑 但因為這齣電影是一齣跟運動有關的笑片 最初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想像前幾年那齣全力扣殺 那齣打與無求 那齣電影也有人說好笑 但我覺得那齣電影很好看 因為近年香港有很多笑片 例如全力扣殺 很多其他人說好笑 我不會說這齣電影不好笑 我不會這樣 我是明白那齣電影好不好笑 其實有一點個人品味 我只可以接受 我跟香港很多其他觀眾 喜歡那一類的笑片是不同的 所以別人說好笑的電影 其實我預料可能不是那麼好笑 所以我以為應該都不適合我看 所以我對這齣電影我本來沒有什麼期待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很慶幸 我太太看錯那一張字 然後逼我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好看的 至於2018年 其實我去年我有錄的 過了半年我數五齣電影 我覺得最好看的電影 其實如果現在數的話 我覺得這齣電影一定是 在頭五位之內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這麼好看的 那齣電影的故事 就是講Poster那四個人 他們是同事來的 他們回公司或家庭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後來有一天 他們公司就迫他去爬龍舟 然後他們就從不懂 到學懂爬龍舟 但其實這齣電影不是真的講龍舟 裡面有很多部份是講他們爬船 但其實是那些文藝小品戲 因為他們的焦點是在四個人 各自的生活 他們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是有女朋友 有些是放棄了自己本來的夢想 然後去打工 有些是跟老婆關係搞得不好 他們有不同的生活 其實這齣電影最想講的 就是這四個人 他們的日常生活 順便說他們爬龍舟 將他們放在一起 這齣電影有很多方面 我也是非常讚賞 但是我覺得最令我驚訝 就是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好笑的 以前香港很多電影是很好笑的 黃禎那些電影 你看不起他也好 我覺得黃禎那些電影很多很好笑 雖然他有很多方法 翻炒 即是他玩十三張 我起碼在三四齣電影中 看過同一條方法 跑來跑來跑去 經常跟別人說 怎樣可以任你自己擺牌 排十三張出來可以贏 但是 無論看多少次都很好笑 對上一出我覺得是很好笑的笑片 其實是《大丈夫》 已經很多年了 應該已經是經典了 是太久了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好笑 他很多位 那些對白是寫得非常好 寫得非常好 例如有些很小的想法 例如簡單一句 天馬行空 我覺得 他是有心思想過 才能作出來 很多東西 是非常好看 再加上他的演員也是非常好看 我想 一般人 最熟悉的就是吳鎮宇 但是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 雖然他拍很多笑片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十分好笑 他演戲的時候 在這齣電影中 有一個戴眼鏡的演員 我看完這齣電影之後 我老婆才跟我說 潘燦良 她說她看ViuTV的人 有見過 我覺得他簡直是一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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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裏面有很多位 即是你有對白 然後那些對白寫得很好 你能寫得到 然後Work 已經是很厲害 你拍一個喜劇引人笑 是不簡單的 但是他在這齣電影中 有很多位 戴眼鏡 他簡直是沒有對白 他只是樣子 有些很微妙的神情 然後是整間戲院 我現場看 很多人看 我看過一場晚上看 是整間戲院一起笑 我覺得這個演員 是很好笑 以後我會留意他 我覺得是可惜 因為現在香港也不是那麼多戲 讓他拍攝 所以有機會應該進去看看 我覺得 當然他自己是做到一些表情 但我覺得那個導演 其實他 是有那種感情 就是他知道 捕捉到 捕捉到 那個時刻 那個神情 或者是下命令 叫他做那種神情 總之 他有那種感情 他知道 在那一刻 他那個樣子 就算沒有對白也好 都能做到那個效果 我覺得是很好 他不僅是搞笑 他不僅是搞笑 例如有些位 例如 吳鎮宇 有些圍欄的位 神情很細微 但他能捕捉到 然後觀眾能捕捉到 所以是很好 其實這齣戲 雖然我剛才說到 好像一個笑片 其實他不是一個笑片 他是一個小品戲 講幾個人 一些很普通的生活 其實是 但是他有很多笑位 他都頗密集 由頭到尾 但他認真的時候 都頗認真 我覺得是相當難得 還有他這些戲 是因為他講四個人的故事 所以那些角色是很重要 因為他講四段故事 如果一齣戲 過半小時 如果你隨便有一個 是不好看 你不可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他這齣戲 我覺得他四個角色都很好看 四個角色都很好看 有一些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喜歡他 但是你看看看看 你都會喜歡他 所以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那些角色去塑造 所以我覺得是很成功 非常值得看 他又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有些位置 我覺得是 有些可惜 就是他畫公仔畫出場 差不多像港道一樣 在那裡說 爬龍舟和人生之間的比喻 我覺得是不需要 因為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這齣戲又不是很長 他說的那些話 其實不是十分深入 但是我不會介意 因為他裡面的角色好看 其實是靈界一切 但是 但是 他講道式地 將龍舟和人生之間的生活 嘗試連結在一起 其實是連結不到的 不如你不要連結 其實是沒有所謂 或者你看看那個 你自己的心領神會 那就足夠 我相信有些人 就算是沒有解釋 他懶有東西 他自己也會連結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沒有了更加好一點 但是沒有所謂 因為他對白好看 他又搞笑 因為那些演員做得好 然後他裡面的角色有趣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非常滿意 我很慶幸 我有進戲院看 所以這齣戲 我給他的評分 有A 或者A減 我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應該值得有A 我非常讚賞這齣戲 我是相當不懷疑 我到年尾選10出 我年度最喜歡的戲 這齣戲可能是頭三位都不出奇 其實是